可以报一下吗 你有病啊 开玩笑的啊 通报换销售 我叫卧龙 你黄金 不是 你是老板是吗 他是我哥 这样好不好 如果今天 我还没卖完 是什么 我知道你还没有卖完 已经听我讲完 如果今天晚上 你们能够让我去家里面吃顿饭 现在离天黑还有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我帮你卖20盒 这样的 我不信 我也知道他不信了 很多人也不信 你把我赶走了 你要是没有能力 你就去 这样好不好 如果说我做不到的话 我买20盒 188的月饼 但如果做到了 今天晚上我去你家 给我做20道菜 我先给500块钱定金 可以啊 我赏你 这里 你要设计一些广告词啊 佳节共赏 天上月 中秋一品 人间情 月事故相名 饼表 吃亲情 你要记住 营销的最高境界 不是卖产品 而是卖感觉 今天我都教你 如何用感觉 把月饼卖出去 首先 要让用户过来参与 看到并且尝一口 所以说推出一个游戏 挑战月饼 现在每一个月饼 都有浓浓的思乡之情 如果谁能够把这个浓厚的情感 在30秒之内吃完 我们就送他一盒 188的月饼 如果吃不完 那么他就买一盒 188的月饼 去哪买不吃买 为什么不在 你这里买 要看这个价格了 丢掉 现在的话挑战吃月饼 开始 对 加油 哎呦 你要想一下浓浓的 亲情在里面 当然就可以把这一盒拿回家 拿给爸妈 拿给小孩 今天到了 优惠卖给你 八折 中秋节快乐 再买一盒 有 30秒之内吃光 就送你一盒 这个 开始 嗯 如果吃不完 是要买一盒的 2 1 我们家月饼怎么样 好像好吃到手不足话的 给你拿杯水 好吃哦 看起来啊 你们家这个月饼的馅 确实还可以 是的 那所以说要让别人尝了 才知道 不尝的话 永远不知道 那就直接挑战失败就好了 你要10个散装的话 5块钱一个 我就4块钱一个 好吗 OK 以前尝一下中秋的味道 想挑战失败了 但是祝你中秋节快乐 不用挑了 这次是一个一个的 一盒一盒的送 开吧 不要手抖吧 不要手抖 没手抖 有点料哦 1 结束 好 好了 谢谢 我们要不要把难度降行一点 可以 我觉得40秒 他们也未必可以完成 按照45秒 可以啊 反正亏了算你的 还走不去 都行啊 好像 有点悠闲的感觉 装饰是第一个 装饰是第一个 他说啊 冬秋节快乐 谢谢老板 有没有对家里面说的一句话啊 人员夜演员 人员夜演员是吧 哈哈哈哈 阿姨就是品尝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冲着 你这个一盒来的 是吗 哈哈哈哈 时间大了 过几天冬秋节我啊 有什么对家里面人说的话吗 肯定是健康 这家里面就来了 春秋节快乐好不好 谢谢 你们中秋节快乐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 再给你把两盒装起来啊 对 我要挑战两盒 挑战两盒去啊 对 盒的话是一样 这样子 就是你就挑战吃一个45秒就可以了 挑战我们就送两盒给你 失败你就要买两盒 哎呦 凌两一下先 快五秒了 不下去 好 给你八盒呗 那你的朋友过来都是八盒 这两盒是吗 对 这两盒 好 差不多你的礼盒都卖光了 一定要卖感觉 卖价值 卖情绪 卖兴趣 这样才能卖得好 模式先行 记住了吗 你不请我吃个饭 请啊 我已经让我妈在做菜了 真的啊 对啊 我要吃二十道菜